中秋節就是要烤肉 網上很多人都推薦的 直烤爐 號稱兩分鐘生火 一分鐘開烤 這次呢 就要來挑戰 烤海鹿大餐 想烤肉又怕麻煩的你 趕快收藏起來 來開龍蝦 開龍蝦囉 這個火力 你要把它烤海鮮 烤到很熟 我其實是有點擔心啦 開開包裝 按照說明書把烤爐架好 看看點燃 等兩分鐘 真的就可以開始烤 最麻煩的前置作業 幾秒就已經完成了 這個方便程度我先給過 立馬放上烤肉串 來試試水溫 它這樣可以放蠻多的耶 1 2 3 4 5 6 7 8 9 17 16 13 14 14 15 16 可以 一次可以烤16隻 真的是很方便 火力不會太大 不會有一般烤肉火 旺到發爐的問題 雖然是中小火慢烤的方式 讓肉串慢慢烤熟 但如果你真的很餓 真的不建議使用 因為肉真的是比較慢熟 這應該好了吧 這樣烤是一種控制火候 它反而是一個嚕串神器 它雖然它沒有辦法讓你烤得很快 但某個程度它已經幫你調控好火力了 可以一秒變嚕串達潤 接下來就是今晚的重頭戲 烤海鮮大餐 我們準備了龍沙、生蠔、炒蝦、玉米筍 直接放上去 海鮮呢我是真的比較擔心 烤不熟呢頂多不吃 就怕是跟你裝熟吃完跑廁所 竟然成功啦 好我要來吃一個大氣口 水不會過乾 還有海味的鮮甜 我先來喝一口湯 超鮮 欸好爽喔超鮮欸 來叫我烤生蠔達人 現在一顆兩百一顆兩百 連草蝦生蠔都熟了 這個紙烤爐是真的能用 最後來看龍蝦 烤了三十分鐘 到底有沒有熟 這好像有熟欸 來開龍蝦開龍蝦囉 天啊真的烤得熟欸 我完全少看這個紙烤爐 而且撥完殼目測熟度還蠻剛好的 我必須說我覺得這個紙烤爐 除了是烤嚕串神器之外 它應該是烤海鮮神器欸 它這個海鮮保水度真的很高 每年中秋節都一定會去烤肉 但是從來沒有烤海鮮烤這麼成功過 龍蝦肉真的很鮮美 又肥又多汁 吃起來非常過癮 想不到連烤龍蝦也這麼成功 雖然整碗只烤爐的火力 一直保持在中小火 但是穩定持久的火力 很適合山舞好友聊天聚會 慢慢吃慢慢烤 只要烤得夠久 連龍蝦都會熟 這次中秋只烤爐實測 真的大成功 還想看我開箱什麼產品 歡迎留言告訴我 我是尚恩尚其林 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